修学佛法,我们要增长善心 广结善缘,多行善事 学佛修法最重要的是增长善心 我们要随时随地地关照自己 不要让身口意继续造业 时时刻刻起善念 以别人的恶口作为自己的导师 随时感谢对方,广结善缘 当所结的缘都是善缘时 恶缘自然就远离了 学佛路上其实就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去调整自己 增口意的 不让自己随时随地 就是要起一份善念 当别人讲我们怎么样的当中 我们如何感谢对方 就是因为对方 他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 那他感谢过后 我们才能够去调整自己 改变自己 那改变了以后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去修学佛法 我们的智慧就增长 那我们就结很多的恶缘 善缘聚足了 那很多人 当我们面对问题当中 我们就能迎刃而解 不会说是 哎呀,处处都碰到 原尽在足 好像是都要 成为我们的仗道姻缘 这样就 我们会很辛苦 就是 检讨要改过啦 你检讨没有改过的话 等于是忏悔没有用 人在顺意的时候 要升起善心 要生性业果 比在挫折困顿之时 要更容易得多 然而若能在苦魄中 仍然决定生善 决定生性 那这样的善法力量 更为有利了 遇到困境时 培养善息的重要性 远胜于改变 以显现的恶暴 史房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高雄采访报道